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所以就这个必须要稍微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况且呢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是很多的 一年到头呢没看几部电影 然后也不知道该看什么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除了要介绍比如说金球奖 或者是奥斯卡奖的入围名单 或者是得奖的这些话题呢 主要也是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比如说是影评人看好的 或者说外国这个好莱坞记者看好的 这些电影都有哪些 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这样的话呢至少给你一个参考 就是说你自己衡量一下决定一下 是不是值得花那几个小时 花那几十块钱去看这部电影去 如果用世界杯做个比喻的话 我就做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 就是在今年的金球奖的十个电影的提名当中呢 高宁是零比十 他一个也没看过 我也没好到哪去 我呢是一比九 我也只看了一个 哇那你今年这个成绩好像差了 我今年是成绩非常差 但是呢原因是这样 你接下来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不过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啊 向高宁推荐一两个电影 而这一两个电影呢是我看了 不过这一两个电影呢 它没属于在最佳影片 它是跑到最佳的外国电影 或者现在叫international film 叫做外国电影里面 跑到那去了 所以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吧 原因是时间也比较短 然后很多电影没看过 不过呢有一些电影 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排名第一的阿凡达续集 这还用说吗 对不对 阿凡达你应该看过吧 看过 第一集看过 第二集大家都没看过 都没看过 这里边我刚开始要上演 你说的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 为什么我是一比九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想看我没地儿看去啊 但是阿凡达呢 我们就不想说太多了 因为你看过吧 对不对 看过那个第一个非常震撼 我只能告诉你呢 我看到的是西班牙的导演 Dell Toro 他对这个电影的一个评价 他已经看了 这个导演呢 他有一个电影被提名 就是最佳的卡通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Pinocchio 大家都看过 这个过去的一个皮诺槽嘛 木偶奇遇迹嘛 对不对 但是呢 Dell Toro他把它从派里面 他呢 把它跟法西斯的主义连起来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这个新一版的木偶奇遇迹的话呢 首先在Netflix你要会员的话 已经开看了 随时可以看 这呢第一个小的推荐 当然这个不是最佳影片 Dell Toro说什么呢 他说 看完了阿凡达续集以后 他说才明白 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个东西 这些电影 哇 这个评价太高了 这太高了 所以 这电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能电影院看了 对不对 拿着那什么手机的iPad 那不行 那毁了 那么第二个电影提名的 也不用多说了 Elvis 这还说什么呀 讲的猫王的故事吗 对不对 我也没看这电影 Buzz Lerman 就是导演那个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 那个导演 导演的 这你也没看吧 这没看的 这个呢 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都知道 金球奖他和那个奥斯卡 不太一样 金球奖呢 他分剧情类的 五个入围 然后再有五个入围呢 是叫喜剧和音乐类的 没错 这Elvis呢 照理说是应该排到 音乐和喜剧类的 因为他那个两个来小时的 电影恨不得唱了一路 但是呢 他没有放到那个里头去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吧 所以呢 这个就放到那个 剧情片里边了 所以呢 这个是等于是猫王的一生了 对 这是第二个提名 第三个电影呢 叫做Fablements 这就是叫做 《费伯曼一家》呀 这个电影呢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这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拍的自传片 讲他小时候怎么爱电影 拿着个八毫米摄影机 到处拍电影 但是面对家里面有一些 因为犹太人嘛 对不对 家里面有一些冲突 这个我还没看 但是这个在我的单子上 也就是说等到金球奖颁奖的那一天 我就将会已经看过了 这就是一个导演到了年龄一定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最近一段时间接受访问的时候 还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人家问他 说这不是是不是你的叫做所谓风顶之作 就从这电影以后你就不再拍了呢 他说我得想想啊 有可能他接下来就不拍电影了 哇哦 据说就是据说呀 这是有这么一个谣传说 有这么一种可能 这个就像是一个歌唱演员叫什么 退出影坛的 退出歌坛的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三个电影 第四个电影叫Tar 这是一个 Lidia Tar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是Kate Blanchett 英国的著名的女演员呢 演的一个据说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电影 我还没看 因为他是演一个乐队指挥 他马上要指挥马勒的第五交响乐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后院熄火了 家里各种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他在电影当中挥舞着那个指挥棒 指挥着一个大的交响乐段的各种震撼的场面 他是讲着这么一个故事 那第五个一句话带过 这高年可能应该看看吧 但我还没看他不太属于我喜欢的电影 叫做Top Gun Top Gun的他的续集叫Maverick 这是Tom Cruise名片的 那个第一个你看过 看了 这个续集 而且是2022年最卖座的一个电影 对 然后我问了 就是我们电台的也好 我的自己的朋友也好 凡是看过的都说好 我也是 这部电影都说好 有的人我好像觉得 已经看了两遍还比较三遍 这样 对就是特别喜欢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看 原因就是说这部电影听说也是要到那个电影院去看去 那可能看不到 现在 不过这一次 不过以后 你公布出来 肯定又有一轮 回去演一轮 没错 所以呢 这个也是这样 而且那个Tar我觉得 没准也应该去看一下 因为她的那个Lelia Tar 她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嘛 她是那个德国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那个第一名女性的这个指挥家 女性的这个指挥 所以她是公认的世界天才啊 所以呢 在音乐界很有名气的 对这个事呢 就是有些争议 不是有些争议了 就是有些人家在问这个电影制作人说这个里面是多大的 多少成分是真的 对不对 多少成分是虚构的 目前呢 现在的制作的方面给的说是虚构的 但是咱们得看过这个电影 才会有这个发言权 那么Tom Cruise呢 很有意思 因为他在今年的时候 愤然的把他曾经拿过的三个金球奖还给金球奖的委员会 不要了 你们这个不成体统 你们这些种族西式拿着什么礼物的什么不公平的这些 所以现在就是众目睽睽之下 要看他会不会出席明年1月10号的这个颁奖 稍微咱们看看另外的五个电影 欢迎去收听有中讯和刚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是金球奖 今天刚刚公布他们的入围名单 金球奖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啊 过去这两三年吧 备受批评 因为他们87个外国驻好莱坞的娱乐记者 这是他们评出来的这个奖项 第一是代表性不足 第二呢是当时87个成员当中没有一个黑人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大家批评就来了 刚才说的很多获奖的人都说要杯葛 都说如果你不做出改编的话 我们就不再参加了 Tom Cruise什么把奖杯都还回去了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震动非常大 所以他最近也做了一些改变 首先他增加了21名新的这个成员 这样一来的话87个人一下就增加到100多人了 还有108将要参加这个投票 这个第二呢就是他们有一些 这个就是道德方面的规范吧 你说那个21个人当中有6个黑人 有6个黑人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成员之外 还增加了103个 就是有投票权的人 但这些人呢 并不是外国驻好莱坞的记者 他们就加在一起呢 主要是就是多元化 就是各种族裔的人都有 而且这100来人呢 是在全世界的 全世界各地的 对对对 就不是住在好莱坞的记者 所以呢 这103人里边 就是整个的这个团体里边吧 黑人是超过10%的 所以呢他做了这些改变 同时他又有一些道德方面的规范 也就是说 以前不是说这些87个娱乐记者 然后经常受那个片场的 这个就是邀请什么的到欧洲去啊 到什么各种各种地方去 享受一些免费的就是旅游吧 大概是 然后就在投票的时候 好像是稍微的暗中注某一个电影 或者某个纸片场 这个一把 那这样一来的话 因为87票呢 每一票都非常重要 他那个含金量很高 所以呢 现在就规定了 任何人 只要是有投票权的人 在这个比赛期间 就是在这个颁奖期间 或者是评选入围的时候 你坚决不能接受任何礼物 就是包括片场的 什么的公关公司的什么的 所有礼物都不许接受啊 所以就是为了想要 制造一个公平的 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 重新打造他们的形象了 对刚才说给高宁推荐电影 我先给你推荐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这是Netflix演的 这是今年题的最佳外语片 叫做西线无战事 这是根据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改编的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制作 然后第二个呢 也是最佳外语片 给高宁推荐的 就是之前说过的印度电影 三个二 英文字母 R22这个是一个疯狂的制作 非常疯狂的非常大的制作 堪比好莱坞投资最大的那种电影 因为那里面各种特效啊 各种的人啊 兽啊之类的反映英国统治印度期间的 他把它给他高度的虚构化了这么一个故事 很娱乐很好看 先推荐这两个 咱们再说另外五个电影 最佳提名的 其中之一呢叫做巴比伦 为什么说我没看过 他月底才上映 那哪看去啊 不过巴比伦呢 就一句话概括 就是反映的是好莱坞 从末片和黑白 像有声和彩色的过渡的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制作电影 而这个导演呢 Damien Chazelle值得一提 因为他之前的暴力鼓手 Whiplash和La La Land 就是那叫什么中文翻译的 这两个电影呢 La La Land好像是最佳的影片吧 所以这人是一得奖大户 他又来了 他推出一个巴比伦 对于好莱坞早年的发展 要有一个通过一些个人 举一个深刻的描写 另外一个电影呢 叫做这个电影的名字 有点很难发音 叫做Banshees of Inishirin 这什么呀 但是这个电影呢 值得一提 他的导演呢 Marty McDonough 他是三块看板 那电影的导演 这电影呢 是讲的艾尔兰 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呢 两个哥们 两个男的呀 他们的深厚的友情 遇到了一些麻烦 结果造成了大破裂 而且他们两个都要面对 这个不可思议的结局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叫天马行空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个电影用四个字概括 天马行空 你还没看的吧 我还没看 这个电影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 就属于父母的背 可能看不懂或者不喜欢 孩子背 像我们导播Angela这种 看八遍的那种 喜欢的了不得 喜欢的了不得的 这么一个电影 杨子雄主演 所以这个电影呢 就不再多说了 这是我刚才说9比1 这就是我唯一看过的那个电影 而且我还是在电影院里看的 这个是天马行空 下一个呢 叫做Glass Onion 叫做玻璃洋葱 有个电影叫 那个Knives Out 刀出窍 你看不懂 对对 我看过 这你看过 这个我看过 这不就是一个说死了人 然后就判断是谁杀的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续集 哦 这个续集 我这个为什么向你推荐呢 因为他现在还没上 他那个副标题就是 是 他是续集 对 只不过他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判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Daniel Craig 知道吧 为什么推荐 因为他是Netflix电影 我能看得到 只不过还没上呢 他现在电影院里演一轮 我记得是这个礼拜五吧 他就上了 所以这个我也没看 没办法看 对不对 这是电影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叫做 悲伤的三角 The Triangle 叫Triangle of Sadness 悲伤的三角呢 我这么告诉大家 这个我还没来见 闹不好都没上映的 这没办法看 是什么呢 他讲的就是你要这么想 豪华邮轮 而且这邮轮不是咱们花钱做那种 是那个只有巨富才能上的 私人的 私人的 豪华邮轮 超级模特 这种生活 去看吧 而且这样的电影 一般来说不会被提名的 知道吗 他被提名 就是说明他一定 他有一些过人之处 所以这一电影一定是在视觉上 另外可能对一种我们可能永远过不上的生活 大概就是让你悄悄的看一下那些人的生活